近日,招商银行发布了2023年的年度报告,并引发市场关注。 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,招行个人业务用户接近2亿,数据披露非常详实,也是观察国人财富增减的一个窗口。 另外,招行可以说是中国最好的商业银行之一。 以它作为基准,其所涉及的困难成两倍,就是银行同业普遍的情况。 而提到成绩,打个四五折,大概就是行业的平均水准。 而这次,招行报告相比此前,出现了两方面变化。 一方面是,整体经营情况趋于恶化。 另一方面,报告似乎有一旦化私人银行数据。 这背后,究竟是因为什么呢? 根据年报显示,2023年,招行资产总额占上了11.03万亿元,较上年末,增长8.77%。 总负债逼近9.94万亿,较上年末,增长8.25%。 但业绩方面,2023年全年,招行实现营收3391亿元,比2022年少了56亿,同比降幅1.64%。 我们知道,营收指标体现着综合创立能力。 而招行营收14年来,首次出现下滑,显然具有很强的信号意义。 从营收的详细分项来看,最值得关注的,是招行的两个主要赚钱手段。 一个是净利息收入,也就是放出去的贷款,投出去资本的收益总和,再减去存款付出去的利息。 2023年,招行净利息收入2147亿,同比下降1.63%。 另一个非利息收入,也就是常说的中间业务收入,比如代销基金保险理财,以及银行下面的基金与理财公司赚的管理费。 2023年,招行实现非利息净收入1244亿,同比下降1.65%。 也就是说,两块核心业务全部都是负增长。 一般来说,净利息收入降低,意味银行的利差在收缩。 本质原因是全社会资本回报率下行周期中,资产价格下降,但是负债成本反而提高。 可能有人会说,2023年,国内一共四次存款利息下调,且比贷款利息下降幅度大。 银行的负债成本,应该是降低的才对。 说这话的人,忽略了一个关键。 那就是有大量活期存款,转为定期。 在招行的存款结构中,公司客户和个人客户的定期存款,同比增长分别超过了20%和48%。 总规模达到了3.68万亿,比三年前,差不多翻了一倍。 这还是以结算存款出色闻名的招行。 其他银行,这类情况只会更甚。 而招行自己总结的原因是,企业端是因为经济恢复不及预期,企业资金活化程度低,投融资意愿不足,活期存款派升少。 个人端则是资本市场扰动,及居民的储蓄需求,特别是中长期定期存款的需求提升。 再来说招行的非利息收入,这块并不消耗资本,理论上业务做到多大都可以。 但如今,不仅没有了成长性,收入还出现下滑。 总的来说就是,招行的创立能力出现了显著下降,而且是全方位的。 放大了来看,银行的赚钱能力,反映的是,全社会所有企业加总之后,平均的赚钱能力。 所以,招行报告也从侧面说明,全社会平均赚钱能力,很可能是在下降的。 可令人意外的是,2023年,招行的净利润,同比增长了6.2%,上升至1466亿,利润比上年多了87亿。 也就是说,在营收下降,核心收入下滑的情况下,利润反而上升了。 这是怎么做到的? 其中一个原因,就是降本增效。 2022年,招行有员工11.3万人,员工费用706亿,人均成本是62.5万。 2023年,招行员工增加到11.65万人,但员工费用为703.5亿,人均成本降到了60.4万。 也就是说,去年招行的员工数量,比2022年,多了3500人。 但员工费用却没有增长,反而省了两亿多,平均每人大约少发2万元,可谓全面降薪。 当然,比起其他行业而言,这个薪资降幅,已经算低的了。 此外,2023年,招行继续逆向讨薪。 报告期内,招行执行绩效薪酬追索扣回的员工4415人,追索扣回的总金额为4329万元。 算下来,人均吐回近1万元。 所谓逆向讨薪,就是以前发的绩效奖金,因为合规等各种原因,让员工还回来。 这种操作,在这几年金融企业里很常见,为的是应对潜在财务风险。 但我们可以看到,降本增效与逆向讨薪,两项相加也才省出3个亿的利润。 那剩下的80多亿净利润,又是怎么多出来的? 答案就是,信用减值损失。 招行2023年的信用减值,只计提了412.8亿元,同比下降27.3%, 比2022年少计提了150多亿,因此导致净利润间接增后。 所谓信用减值损失,主要是银行,用以应对未来风险的一种方法。 银行的生意特点是,利润前置,而风险后置。 因为银行,从发放贷款的次月就开始收取利息,收到的利息,就会成为银行的利润。 而贷款者,最终是否能全额偿还本息,需要等到贷款周期结束,才能有结论。 而且在这期间,贷款者,随时都有可能发生,无法偿付的风险。 这就是所谓的利润前置,风险后置。 面对这种情况,银行就会计提信用减值,准备用以应对将要发生的风险。 例如一家银行,放出去了1000亿的贷款。 平均贷款利率,是5%,一年赚50亿的收入。 但这1000亿里面,如果预计违约率,是1%,那就是有10亿,可能会变成不良贷款。 为了有备无患,银行会从50亿的收入里,拿出10亿,作为信用减值损失,准备未来去补10亿不良贷款的窟窿。 很明显,银行的信用减值损失,可操作的空间很大。 所以也就成了,银行调节利润的重要手段。 一般来说,银行在营收增长比较多的时候,倾向于多机体减值损失。 而在营收不佳的时候,就少机体减值损失,从而达到平滑利润的目的。 简单来说,就是以风不见,把好的年份留下来的利润,放到现在释放出来。 这就是大家看到的,为何银行营收为负,但净利润还能为正的原因。 而招行,每次报告披露,最引人注目的,其实是客户资产数据。 在往年,可以精确看出每个层级的财富水平变化。 在招行的财报里,日均资产小于50万元的是一般客户。 日均资产大于50万,但不足1000万的是金奎花客户。 日均资产大于1000万的是私人银行客户。 而截至2023年末,招商银行的零售客户1.97亿户。 其中,金奎花及以上客户464.06万户,占客户的比例为2.35%。 与此同时,招商银行零售客户总资产余额为13.32万亿元。 其中,金奎花及以上客户总资产余额为10.82万亿元,比例达到81.28%。 这意味着,其中2.35%的零售客户,占有了81.28%的资产,人均资产为233万元。 所以说,财富分布早已不是28定律了,而是2比80定律,也就是2%的人,占有80%的财富。 但很多人发现,招行2023年的年报里,资产超千万的资人银行客户,并没有详细数据披露。 而从往年来看,这一部分数据,显然详细很多。 比如2022年,招行有13.48万户,私人银行客户,每户的平均资产,为2813万元。 他们在招行的资产,一共有3.8万亿。 但此次只公布了人数,而没有总资产,以及户均资产。 显然,这很可能是招行的有意为之。 私人银行户均资产,应该是出现了缩水。 如果配合3月份发布的胡润财富报告,会更有意思。 在胡润的报告中,2023年,国内的有钱人,非常罕见地减少了全球10亿美元级富豪中,中国富豪减少了144人。 不单如此,中国拥有600万资产的富裕家庭,减少了0.8%。 千万资产的高净值家庭,减少了1.3%。 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,减少3.8%。 而拥有3000万美元的,国际超高净值家庭,减少4.5%。 可以看到,层级越高,下滑的也就越厉害。 这背后,主要是资产价格下跌明显导致的。 2023年,对于楼市而言,是房价明显下跌的一年。 这点无论是官方数据,还是资深体会,大家应该都会感受到。 而股市,则连续第三年下挫。 沪深300指数,下滑创了记录。 而越是富裕人群,持有的房产和股票的比例,就越多。 特别是位于财富顶端的那群人,他们的资产,其实大部分都是公司的股权。 虽然这群人的公司,有部分在美国上市。 但是,在美股牛市的背景下,中概股同样也是被大幅打压,走出了长达三年的熊市。 不过,受死的骆驼比马大。 再怎么缩水,富裕群体的抗风险能力,远超绝大部分普通人,完全不会到影响生活的程度。 而普通人,就不一样了。 特别对于中产而言,持有的主要资产,是房产。 虽然很多人,都是用来自住,房价的涨跌,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字。 但是这对于家庭的资产负债表,却构成了相当的威胁。 再加上家庭收入受损,甚至丧失,带来最直接的影响,就是对消费和投资行为的改变。 尽管利率不断下调,但是大家似乎都不愿意消费,也不愿意投资。 回到招行报告,总的来说,导致招行经营趋于恶化的原因,是多方面的,且大多是行业性的。 如贷款利率大幅下滑,存款成本较为粘性,存款活化程度下降,以及多项收入,显著下降等。 可以说,作为行业标杆的招行,在上述困境下,还能保持如此的经营业绩,已经实处不易。 不过短期来看,上述几个困境,似乎具有延续性。 这意味着,招行的困境,还没有结束。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,目前国内银行业的困境,已经很突出。 招行作为全国最好的商业银行之一,连它都感觉有点艰难,其他银行的日子,可想而知。 一些中小银行,必然岌岌可危。 而作为为数不多,还能有利润空间的一个行业,连银行也在叫苦连连。 那么整个经济状况,更是不用多说。